到20世紀的時候是冷戰 是美蘇之間的戰爭 但是現在到了21世紀 是恐怖主義的戰爭 現在你可以看到 世界各國已經開始聯手 目前的目標 全往地中海 打的是ISIS 是 立剛 這種上越俄羅斯的客機 現在已經證實 應該是遭到伊斯蘭國 在上面放置炸彈 炸毀之後 抓到224個人上身 我們的聖地普丁已經開始震怒了 所以他震怒的行動就是 你歐巴馬不是才派了美軍去一下 不過才炸100多架油罐車嗎 我現在不管你 我俄羅斯空軍傾操而出 我土160 土95 土22 全部都出動了 以前這三架號稱 俄羅斯空軍的三架馬車 這次頭一次一起聯手出擊 因為以前從來不會同步在 從一個天空出現這三種飛機 尤其是土160 土160是第一次實際作戰 以前他這種演習 演練這種方式 從來沒有真正參與過作戰 這次他真的參與作戰 他號稱叫海盜騎 北約給他的名稱 這次也出動了 結果他一口氣 據說根據日本NHK報導 一口氣炸毀了伊斯蘭國 大概至少500架油罐車 500輛這麼多 這個造成非常 他非常非常巨大的損失 ISIS一天的收益有5000萬台幣 現在500輛被炸掉 他這一個月可能都沒有 所以他這個損失非常非常大 而且其他包括一些相關的設施 還有大概油田的設施 還有一些軍事設施 都被摧毀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知道在我們覺得說 那你伊斯蘭國總該會怕了吧 是 因為俄羅斯已經發火了 戰鬥民族發火了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伊斯蘭國的反應是 是什麼 立台立台立台 你隨便你賬 歡迎報仇 他不怕 他不怕啊 而且他不但不怕 他還立刻公佈一段影片 你看他不是上個禮拜 才在法國恐怖攻擊嗎 對 現在他要公佈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個目標是華端爭特區 我直接要攻到你美國心上地帶 直接就跟美國挑明了 我要打你啊 我也不怕你們 不管你是美國還是俄羅斯還是法國 歡迎來報仇 他甚至連中國人都處決啦 昨天 昨天才處決一個中國人 今天的新聞 對 今天的新聞 所以你看他這個囂張到了一個極致 其實美國人還是真的有點怕 為什麼 因為在華盛頓特區的法國大使館 現在外面已經重兵包圍保守 因為很怕被恐怖分子 萬一趁吸而入 會造成更嚴重的損失 所以大家還是會怕 為什麼會怕 因為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他當時在突襲 那個是完全幾乎沒有徵兆的 你知道他當時 當時有一家餐廳 在巴黎那邊的時候 他反正正在用餐 監視器畫面 突然之間他就衝進來 衝進來就拿了一個 一個四十七到處亂掃射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都是掃射 打到天花板的那 然後大家都爬在地下 趕快到處逃 然後有機會就往地下室逃保 那甚至有一個 可是這不是電影 這是正式發生的場景 這是監視器派到 我跟你講當場還有一個 那個來的那個女顧客 當場被他用AK47跌的頭 還好他那個板機要按下去的時候 剛好卡彈 他幸運逃過一劫 不然的話可能小滅也沒了 所以這真的是 在你完全沒有辦法 預測到的狀況下 突然間給你攻擊 所以造成非常嚴重的傷亡 所以大家信頭 其實現在都會膽寒 那實際上在昨天 法國也開始報復了 你知道他們也出動大批軍警去幹什麼 圍捕這一次 那個恐怖攻擊的祖賢 他可能是比利時期 27歲的一個年輕人 叫做阿巴伍德 然後他們獲得獻報 他可能在巴林北部 一個城市裡面出住 然後就過去攻擊 有沒有看到 這是現場的攻堅化 我跟你講最後攻擊的時候 一開始 他們甚至出動了 你知道盛戰新娘 就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直接拿了AK47 出來對抗掃射 結果當時 有一次叫DISEL 這隻7歲的這個 女生的警犬 就奮不顧身就衝上去 去跟這個聖誕新娘對抗 結果這個聖誕新娘一看 大家大概沒有機會抵抗 然後立刻引爆身上的炸彈 結果跟這隻狗狗同歸於盡 這讓我們覺得非常影響 所以也就是說在那 DISEL 英勇的訓詞 在那圍攻的 當晚居然有個聖誕新娘衝出來了 是 牠直接引爆自己 對 那這樣子衝出來 都帶上來 這隻狗還奮不顧身衝上去 牠完全不曉得危險 就直接扶上去 結果扶上去 就兩個就同歸於盡了 那如果是我 他 我走在路上 如果他扑上來的話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根本沒有辦法防 這都不可能防的 是啊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去預測到 他們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 因為這些人 連瘋狂到連命都不要 所以發佛警察也是殺紅野 他七個小時之內 在整個威捕行動中 發射了五千八子彈 我管你的 我就是打了 我不管你那麼多了 使命的打了 是 所以在當時也造成非常大 你知道當時在城區裡頭 很多人在聽到上面 樓上就叮叮叮叮一直想 一堆人在喊叫 然後很多人在上子彈 然後對外掃射聲 然後警方到處叫大家 你們大家都全部都不要出門 我們現在正在圍攻歹徒 所以那個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非常可怕的一個狀況 那實際上 這種風聲鶴唳的情況 已經演變到 連美國本土自己的 買爺根都朝氣不飽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最近才發生一個事情 這個人還曾經受過 歐巴馬表揚的一個 溫和派的一個穆斯林 他在搭飛機的時候 只不過跟空姐說 我想一罐可樂 結果空姐說我不能給你 為什麼 他說這個可樂是呂罐裝 你可能會拿去做暴獵物 你可能會做危險無比 我不能給你 這其實擺明的就是種族歧視 他在飛機上他怎麼去做 怎麼複勢遇到這種地步了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 當這個女乘客跟其他人漱口的時候 整個飛機的乘客 居然還大家都覺得 你搞不好就是要做暴獵物 你知道就當場受到這種種族歧視 這樣怎麼擺明的就是這樣的 根本就是不平等的狀況 另外還有一個14歲的小男生 他只不過參加科學的展覽 他做一個鬧鐘而已 結果送去老師懷疑說 你這個不是鬧鐘吧 你這個可能是炸彈 他送去檢查 結果後來證實 這根本就是一個鬧鐘而已 而且那個小男生在高中裡面 還被警察上鎬 對 帶走 我覺得美國人 這就是神經緊繃到一種程度 風聲鶴立到一種 已經有點不理性的程度 你看他自己正式的失蹤 本來是要給老師看的 告訴他他自己的發明 自己的研究 結果最後居然沒想到 還被上鎬給帶走 所以立剛你就知道 美國人現在神經緊張到什麼程度 那恐怖攻擊 如果沒有米瓶的一天 我看美國人的不安全感 會永遠持續下去 但是這心中的恐懼可以排除嗎 永遠不可能排除 因為恐怖分子 永遠是在那陰暗面 他們就跟老鼠一樣 神出鬼沒 但是他們遇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 普丁不一樣 因為普丁只有一個字 就是殺 從頭殺到尾啊 普丁 俄羅斯的這個總統 強硬派的領袖 你知道嗎 他這一次下令 國防部長邵伊古啊 然後指揮俄羅斯的三軍 尤其是空軍的戰略部隊 長城戰略轟炸機 直接帶著這個巡弋飛彈 發射轟炸這個敘利亞境內的ISIS 他完全不手軟 而且你知道嗎 前天啊 11月17號的時候 一天之內 他靠著圖160 圖95MS 圖22M 這幾型的長城轟炸機 炸掉了34枚巡弋飛彈 這樣的一個巡弋飛彈數量 可以說是目前俄羅斯的空軍 大概還有至少300枚的 這樣巡弋飛彈 一天之內打到 打掉1分之1的數量 他一天發射出這麼多飛彈 我跟你講他要嘛就不打 所以說要打呢 他就是打俄羅斯這幾十年來 最多最大的一次 可是這樣打下去 就只飽和式攻擊 基本上地面所有的設置 全毀光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中他總共打掉34枚 1分之1 其中那個光是靠圖160 圖22M5 這幾個長城戰略轟炸機 他們所投擲的這個巡弋飛彈 有一個讓西方世界 稱之為比美國戰斧飛彈 威力還要強大的 外號叫做戰斧司機 KH555 他本來是一個 KH55北約代號 俄羅斯的代號是AKS55 我用寫在這邊給大家看 這個是俄羅斯的代號 是兩個5 後來在update 最新型的就變成三個5 這一次大部分丟的都是 這三個5 但是北約代號是KH 這個呢 是俄羅斯版的戰斧飛彈 戰斧巡弋飛彈 因為他的外型太酷式戰斧飛彈了 本來射程2500公里 update之後到3000公里 我告訴你 威力更大 然後他的炸彈威力更強 這樣的一個戰斧 俄羅斯的戰斧司機 因為俄文常用的字眼 尾音都會有什麼司機 比如說俄羅斯人叫陸司機 所以戰斧飛彈 他們就叫做戰斧司機飛彈 這樣的一個戰斧司機 投了那麼多枚 他的威力 我說 比這個美國的戰斧飛彈 他的威力強大四倍 人家會講說戰斧飛彈 威力這麼強大 對 觀眾可能會問戰斧飛彈威力多強 之前天津不是發生大爆炸嗎 第一次大爆炸的 整個火快燒掉天津的 一個一部分的城市對不對 那是七枚戰斧飛彈的威力 換句話說 如果俄羅斯的戰斧司機 KH55北約代號這個飛彈 是他的這個四倍的話 47 28 那不就快把整個天津給炸光了嗎 這麼大的威力 這個就是他的威力 我告訴你 你以為普丁是開玩笑說說而已 他要趕盡殺絕 殺光恐怖分子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2002年到2003年 俄羅斯莫斯科各劇院到莫斯科機場 先後發生車程叛軍 可以寡婦 在莫斯科各劇院跟莫斯科機場 造成大量死亡事件 尤其是2003年的莫斯科機場 17個人被殺死 當時普丁非常的生氣 他下令要抓到這些恐怖分子 後來他轉念一想 告訴他所有的部下 這個原諒是上帝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是 送這些恐怖分子去見上帝 不管他在哪裡 天涯還講我要追殺到這些人 然後而且據說這個普丁還講 如果在廁所遇見他們 就用毛坑的水淹死他們 如果在機場看到他們 就擊斃他們 一定要把他們給殺掉 所以他就派特種部隊要去山區 還有這個車程的地盤 結果當時他又怕說 自己的特種部隊都是精英部隊 一下子往前衝死傷太大 結果他用什麼 他用這個熱壓彈 什麼是熱壓彈 我告訴大家 這個外號叫魔鬼的大使 你知道嗎 他可以在7秒鐘圖存 造成半徑23平方公里 一個村落 整個滅村沒有生命跡象 你有沒有看到 那熱壓彈一下去的時候 那個威力多麼龐大 他俗稱就是用這個 TOC1或是TOS1 四排三十管的多管火箭系統 T72這個重坦克的 他這個當底盤 全部發射出去之後 在那個目標範圍 造成他這個裡面的震波之外 還有爆炸的碎片 把你裡面的這個震波之外 還有這個空氣給抽乾 還把你的人燒死 燒不死的話 或者是那個爆炸的炸彈的破片 炸不死的話 再用空氣把它抽乾 讓你根本整個廢 這個內障的瘴氣 整個會被逼出來 爆破而亡 整個人死狀氣慘 所以就是說人的死狀的時候 內障全部外露 連眼睛也都暴露了 當時他為了抓到這個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要對付的車臣叛軍 黑寡夫這些組織的叛軍領袖 對不對 尤其是車臣叛軍的這個領袖 馬斯哈多夫 他出了1000萬美金懸賞 就是3億元台幣 先花錢去買情報 知道他長生在車臣的一個山區 的山洞裡面 好 他也不派特種部隊 馬上進去抓 他哪像這個歐巴馬派這個 海報去抓兵拉登一樣 他直接用這個熱壓彈 丟進去那個山洞裡面 把所有的人炸光 知道嗎 後來你知道嗎 那個據說車臣那邊發布新聞 就說這個馬斯哈多夫 是死於腹部的槍傷 但是我告訴大家 死於腹部的槍傷 為什麼會左眼珠掉一個 右眼珠凸出來 然後整個面目猙獰 然後這個器官都涌到胸部來 整個好像碎裂爆破而死 這是槍傷嗎 所以後來很多的專家去研判 俄羅斯一定是用了這種熱壓彈 用了這種煤鋁林這個燃燒材質 非常強的再加上油氣混合物 加上那個爆炸的粉塵 還有這個炸彈的破片威力 然後再進行這個把範圍 那個空氣給抽光抽乾 讓他完全窒息聞不到 這個沒有空氣沒有氧氣 而且又是高溫 所以馬斯哈多夫 像這樣車臣叛軍理就 和他們那一群的 效忠的黑寡婦恐怖分子組織 全部死狀極慘 也引起國際批評俄羅斯 這個總統普丁 他根本不為所動 普丁就是這樣 就像他剛引述他講過的話 而且你知道嗎 之前日本在跟俄羅斯 發生一些糾紛 尤其是北方四島的爭議的 對不對 當時俄羅斯的軍方將領 跟普丁總統 回報 20分鐘內 滅光日本 把日本整個從地球上消失 你知道日本人聽到這個話 其實有點嚇到 後來在聯合國開會的時候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碰到這個普丁 他當然因為開會有點小遲到 但是也沒有很久 看到普丁了 就要這樣子跑著立正站好 還微笑 小跑步 為什麼小跑步 他看到普丁站在 差不多這樣的距離 其實走路幾步就可以到 他就跑不過來 然後還面帶微笑 結果這個舉動引起很多 包括中國大陸 還有很多世界各國的媒體 嘲諷他們 你這個安倍晉三 太像是普丁 送給普丁 他2014年 曾經送給普丁 一隻母的秋田犬 你太像普丁旁邊的小狗了吧 從美國的開門狗 變成俄羅斯的秋田犬 丟不丟臉啊 從這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普丁的狠近了 普丁為了要取這 車臣叛軍領袖的命 一條命 三億台幣 這個錢只是拿到情報 後面殺的動作 還是由普丁派部隊 進行這個屠殺的任務呢 所以在這個時候 ISIS能夠擋得了普丁大帝嗎 但我們要說